看门就 你好你好 我想上个厕所 你也是啊 请问大家第一次见到那个岳父岳母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第一次见到就是娜的父母 但是那次娜娜没有准备让我见到他们俩 因为在北京吧 然后娜娜就是因为爸妈来了 我先上去 你等一会儿我 我在下面等 我先上去了 不一会儿 全家人都下来了 不是不一会儿我就我就开门进去了 开门是他爸爸爸开门 我说叔叔你好 我说我想上厕所 想上厕所 我就去上厕所 然后出来 太动了 然后娜娜看到我 你你怎么进来 就很尴尬 就完全独于一起的没安排的 第一次我觉得好像有可能这个 爸妈对于我的这个印象不是很好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正式 对对对对我的第一次印象就不好对吧 但是后来就是他们了解我之后就非常非常喜欢我 就是我去到家里啊 然后跟他们聊天也好 跟妈妈聊天 然后跟爸爸就是讨论他的一些本子呀 笑话的本子啊 那你一定都得笑咯 因为有些有些确实不好笑的我就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要修改 爸爸这个地方是要修改一下吧 修改一下这样是不是更好 爸爸说 他很少讲话的就这样 你也很敢讲 因为我觉得我就觉得希望好嘛 我不想假装很好很棒 敷衍然后就去演他了 演了之后大家也不笑 我说这个地方我觉得要不调整一下 他是不说话的 但心里面明白 很少讲 嗯 那我觉得如果是小春 因为你也是非常知名的人士了 对 对不对 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个丁爸丁妈 他们对你的印象是 我恰恰跟杰哥一样 又不好 没留下好印象 提一下 有一天我们去吃晚午餐 然后就回去他的家 原来丁爸丁妈也早知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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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那个小军过来 好啊 这边 一吃到门口停下来 一 一 二 一 一 开门就 诶 你们好 我也想上个厕所 你 你也是啊 而且大号我 好 随身带一些那个好不好 那个喷香香的这样 没讲那么多啊 对啊 谁知道 好 出来就 来丁妈丁妈你好 哎呀 好 不错啊 一进来就好啊 一进来就好 台湾在很幽默的那种 啊 不错啊 一来就这样啊 刚好 我们为什么忍不住啊 不晓得也许是紧张 也许干嘛 紧张 因为紧张 一之间 对啊 应该要帅气一点什么的 不过后来还好相处的都不错 这就够了 对不对 而你对他的女儿啊都很好 这样就够了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 见盈儿妈妈 好 好 感谢观看